哈喽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是关于之前投标决定出来的一起实测 这两支粉底液 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我们马上往下看下去吧 好 接下来是配音的我 先回到素颜的状态 嗨 配音的小夏普塔上线 今天和大家一起实测 ToFace的和Helvalon这两支粉底液 可以看到它们两个的包装都很相似 ToFace的这支容量稍微大一点 有48毫升 Helvalon这一支比较小巧 只有22毫升 它们两个的包装都是这种按压头 甚至是带了一个盖子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方便和干净卫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ToFace的这支 它的包装真的超级可爱 上面有这个蜜桃 那它的味道也是这种蜜桃味道的 它是一个无油的配方 然后它官方说它可以14个小时带妆 适合油皮 那另外一支 露华农这一支呢 它是适合混油或者是油性肌肤 但是它多了一个功能是一个防蓝光的 所以它能够保护皮肤 不受电子产品的蓝光的伤害 相对于ToFace的这支呢 Helvalon这一支是没有人工香精和色素的 它们两个上脸的妆感都是一个半雾面雅光的质地 首先我们来上一下ToFace的这一支 我都是用到一个打湿的海绵蛋上妆 忘了说我的色号 我试用的这个粉底液里边的第一白 是Snow这个色号 那我的肤质呢 是一个混干肌肤 T恤比较偏油 而且我有非常严重的黑眼圈 所以我除了一般给粉底液进行打底之后呢 我可能还会再进行一次对黑眼圈的遮瑕 根据我之前对它上妆的感受呢 冬天我使用这一款是有一些的拔干的 但是春夏呢就不会有这个现象 好我们先看一下两边的妆感 它对我的黑眼圈还是有一定的遮瑕作用的 肤色稍微有一点提亮 下面是露华农的这一支 我会用到一个干净一边的斜切面来上妆 这样就不会混淆它们两个的色号 那露华农的这一支我也是用到的 这个色号里面最白的色号 可以看一下它们两边的妆感 以及它们的光泽程度 其实刚才大家有看到 Too Faced这一支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极限了 刚才我是想告诉大家 我的光线是从镜头的右边进来的 下面我去补一下妆来和你们说 好了刚才去补了一个妆 为了测试它眼下有没有卡粉的现象呢 我也没有用遮瑕 没有用腮红 没有用高光 这样能够更精确的反映出 它的一个真实的效果 那因为疫情期间呢 这段时间都是在家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在家实测 那我家里的温度呢 大概是在22度左右 希望这里也能够给大家有一点帮助 那现在外面是非常晴朗的天气 然后阳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 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一个效果 以及手上的氧化现象 我觉得露华龙的这一款还蛮优秀的 就是没有一点发黄的迹象 但是相比于Too Faced 从这个刚挤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点发黄的现象了 那现在是没有的 好那接下来和我一起实测吧 Jasper做的地面 刚吃完饭 我了个口红来和你们说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钟看一下 我觉得从镜子上来看 还是比较的完整的 稍微浮粉的现象没有 就是鼻子地方 有一点点的这种 这边好像有一点点那种白芝麻的现象 但是露华龙这边我觉得就保存的比相对于Too Faced的这边要好很多 但现在也不会觉得很拔干 看一下眼下 这边眼下是没有什么卡粉的现象的 但是Too Faced这边 但是Too Faced这边 这里就有一点点的卡粉的现象 所以现在我觉得露华龙这边真的表现的非常的优秀 好那我们再过两个小时再见吧 ok 现在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现在是三点钟了 目前是鼻子没有出油的 因为我T恤还蛮爱出油的 然后也没有很拔干的现象 刚才我问了一下Jasper 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因为左边和右边有什么区别呢 左边更白一点 右边更像你原本的肤色 这边更白一点 对 这边 这边更像你原本的肤色 然后瑕疵也存在 那黑眼圈你觉得呢 黑眼圈你的左脸要更严重一点 就这边更严重一点 你近一点看 有毛孔的部分 毛孔你的左脸已经开始泛油了 然后右脸没有 但是右脸有一种不自然的妆感 好的 谢谢 那之前说到这边是上镜油好吗 所以说这边我觉得可能遮瑕力来说 相比于露华龙这一边 更加的能够遮盖你皮肤之前的瑕疵 然后右边可能就稍微要更轻薄一点 吃螺丝纹 吃一个 在里面煮了这个 西葫芦和鱼豆腐 这是今天测评的最后一次 和大家update 现在是6点55 距离上妆已经过去了 7个小时 我们先让Jasper来说一下 从一个直男的角度来说一下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妆容真的很糟糕 你的右脸比左脸白 左脸更接近自然的肤色 右脸明显要白 但是右脸 现在就是 粉下面的小痘痘 已经出现了 我不知道它是粉导致的 还是你本身就有的 然后左脸有红血丝出现了 右脸没有 毛孔呢 毛孔 左脸毛孔更明显一点 但是右脸妆感比较严重 就是有那种颗粒感 好的谢谢你 好那现在举起来跟你们说 现在光呢还是从这边过来的 可以看到我的妆容 那这边确实遮瑕力要比这个 路华龙的这边要更好一点 然后现在其实有一点点的浮粉的现象 凑近一点 先看一下额头吧 我觉得持妆力来说呢 还是two face的好 这边已经基本上感觉 脱妆脱的快没了 然后都是比较的浮粉的 特别是这一点 已经有点开始斑驳了 这边几乎感觉就没有什么妆感的存在 然后是眼下 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脱妆的原因还是啥 two face的这边的这里眼下 其实是有一点点的 卡粉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这里眼下有一条细纹 那这边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然后再是鼻子的部分 其实很奇怪 我觉得今天这两款控油的效果真的都挺好的 因为我剃去很油嘛 但是我现在我的鼻子也没有精心补妆什么的 就鼻子不会泛油光特别的严重 然后two face的这边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 所谓的白芝麻的现象 那右边呢还好 然后是法令纹的部分 其实法令纹这两边我觉得 其实两边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 没有积粉积的特别的严重 然后是嘴角 嘴角的部分因为我晚上吃了螺蛳粉 然后一个有就是一吃饭就会必须擦鼻涕的人 所以这一块的脱妆现象还蛮严重的 然后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脸 我这边是two face 我觉得two face的这边 真的就是他非常的写毛孔 就是过去了八个小时之后 刚上妆的时候你觉得还是蛮细腻的 但现在已经毛孔都浮出来了 然后再看一下露花龙的这边 那相对于two face two face来说呢 露花龙的这边要细腻的很多 就像 我不知道到底是脱妆脱的几乎差不多了 还是他这边要更加的细腻 那说一下我最后我自己的感受吧 我个人是更喜欢露花龙这边的妆效 但是有时候可能你真的需要你皮肤状态本身 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是需要用two face的 因为他的遮瑕力度 比露花龙这边真的要好很多 而且他整个出来的妆面 是比较上进的 而且会让外人看见你的皮肤是更加的细腻的 那这边因为露花龙他有一个放蓝光的功效嘛 平时日常上妆就够了 不会特别的假面 然后又能长期对于就是面对电脑啊 平时手机啊这些 都能有一个抵抗蓝光的效果 那就是我的感受 等会卸了妆再来和你们说一下 好了完了那这是三脚架了 然后在西装之前再来看一下这两边吧 就是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的光线稍微是从正面打过来的 就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其实这边的暗沉现象很明显是要比这边更加的明显的 就没有这么的白劲了 所以像这两支对比下呢 那我觉得 TUFACE的这一支的妆容效果是更漂亮一点 那这一支露花龙呢就比较的日常 然后他们的拔干现象我是没有看到的 但是相对这两边我觉得这边的更心薄一点 这边稍微的有一点负担 就是让你很想去把这个妆容卸掉 就不是特别想让它呆在脸上 那这边就像上了就像没上一样 现在我先擦一下 可以看到这里和这里 就是这个底妆下面的肌肤 就是它素颜的状态 这上面是它遮过的肌肤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 这边的妆感比较的重 然后这边已经开始出现了脱妆的状态 这下定期所以就没有那么好了 再进去看一下西湾上的肌肤 也不会让你皮肤有暗沉的现象 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会把我的一些总结打在屏幕上 那这两支视频 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更喜欢哪一支呢 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 平价然后也很日常 那这一支呢负担感会比较重一点 但是它的包装真的很可爱 然后这下力度也很不错 在这个价位里呢 也算是可以买来试一试的 如果你有使用这两支的任意一支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里告诉我 你的使用感受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或者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赞哦 如果你还没关注我可以点一关注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她 saying gets into next ega 中文字幕——YK